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们的回归大战Quindom 2 昨天终于开播了 而第一轮竞演主题是代表曲 就是代表各团的歌曲 竞演顺序是 PBG,KORIN,KEPLOR,GRAVE GIRLS 意大利孙女,UJU孙女 而在昨天第一集 播放的PBG与KORIN的舞台 感动了几乎所有的KPOP粉丝们 首先第一场舞台是PBG 其实PBG参加Quindom 2 对粉丝们来说是有着很大的意义 因为在腰下去国被公司强迫结束后 成员三个人以PBG再次出道了 虽然说是由姚家庆古的 三位成员所组成的组合 但是姚家庆古与PBG之间 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 所以在PBG参加Quindom 2的消息传出后 就有很多粉丝们期待也担心 成员三个人会不会表演 姚家庆古的歌曲 但是昨天 醒悲在节目中说了这句话 昨天PBG选择了 姚家庆古的POM跟SIGANETA 作为第一轮竞演曲 表演了非常完美的感动舞台 首先在尔娜唱着第一句 画面转换到整个舞台的时候 看到舞蹈是原曲的舞蹈 而且还留下了 其他三位成员们的位置后 马上就感动了很多粉丝们 然后在POM转换成SIGANETALEASA的时候 全身的鸡皮嘎嘎都起来了 不只是音乐编辑舞蹈 连走位都太完美了 而且后面屏幕上出现的字 粉丝们发现到了吗 这是把SIGANETALEASA歌词 SIGANETALEASA歌词 0116 0209 0116是尤家庆古的出道日 0209是PBG的出道日 这时装舞也是反方向 在这个舞台真的能感觉到 PBG对于尤家庆古的思念 没有重新编舞 留下成员们的位置 真的觉得很棒 看着舞台 眼泪一直流下 看到时装舞舞者们走出来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么催泪呢 歌曲转换的时候 真的是起鸡皮嘎嘎了 我又不是小女友粉丝 为什么会流泪呢 一边流着泪一边看 在看到0116的时候 瞬间爆哭了 我是同时带别家女粉的粉丝 但是真的也流泪了 希望小女友们都能更好 曾经是尤家庆古的粉丝们 看到PBG舞台的话 应该都会爆哭吧 歌词就已经很容易让人哽咽了 然后不只是我们 就连肖娜也因为看了 PBG的舞台而流泪了 然后第二场舞台是秀琳 本来因为第一场 PBG的舞台太感染 有稍微担心一下 接着要表演的秀琳会不会有负担 但是秀琳就是秀琳 马上就打脸了我愚蠢的担心 明明是第一轮竞演 秀琳就好像是开了个人单独演唱会一样 明明是一个人 不但不会感到空虚 反而是撕掉了整个舞台 然后在歌曲最后放纸花的时候 那个华丽壮观的样子 就好像是整个Q弄2的最后一场表演一样 表情舞蹈舞台服装都太完美了 这就是西斯塔 这就是秀琳 这么激烈的跳舞后 马上飘高音 太棒了 超棒疯了 根本就是另外一个等级 真的 我昨天一直说着 哇疯了 哇疯了的在看 本来对Q弄2没感兴趣 突然想看了 根本就是在舞台拍了一个MV 在成员多的组合中 本来还担心一个人可以吗 原来是我凑了没用的戏 姐姐太帅了 真的起鸡皮疙瘩了 然后在节目结束后 琼也登上了日本雅虎热搜的19位 对了 这次舞台影片的YouTube观看次数 会反映在评价上 所以如果有想要因缘的对的话 就多多去看一下吧 我会把网址留言置顶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ither Мы иком traged 有 ologies google 危 い 散 like